第八课 生活中不缺少美 课文一 李老师和高老师聊关于巧克力的事情 这种巧克力味道不错 你在哪儿买的? 不是我买的 是我女儿给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 很多人出国后常常会买外国的巧克力 回来送给亲戚朋友 是啊 因为很多人都爱吃巧克力 尤其是女性 这是为什么呢? 巧克力大多是甜的 而很多女性都喜欢吃甜的 而且 听说 伤心难过的时候 吃块巧克力 还能使人的心情变得愉快 课文二 小夏和马克聊关于上次足球比赛的事情 这里的景色真美 空气也好 怎么样 心情好些了吗? 好多了 上次足球比赛后 好久都没这么放松了 你不要有压力 好好准备下次比赛就好了 这段时间 我总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回忆那次比赛 如果我们能再努力一点 就一定会多进一个球 事情已经发生了 过去的就让它成为过去吧 只要这次你好好准备 一定能把比赛踢好 课文三 马克和司机聊关于堵车的事情 师傅 我去大使馆 你是不是走错了? 现在是上班时间 前面有点堵车 我们走另外一条路 距离差不多 那就好 堵车浪费时间 遇到堵车 心情也堵 可不是 上班堵车怕迟到 下班堵车怕回家晚 每天在马路上开车 要想不遇到堵车 还真难 一遇到堵车 人们就容易变得没有耐心 长期这样 还会影响脾气 甚至性格 但是 您的心情 为什么这么好呢? 我们改变不了堵车 但是 可以试着改变 自己的心情 堵车时 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还可以听听 自己喜欢的音乐 课文四 草绿了 那是生命的颜色 花开了 那是大自然的礼物 生活中 不缺少美 缺少的是 发现美的眼睛 只要有心 生活中的美 到处都是 生活的态度 要自己选择 因此 遇到烦恼时 你应该 想一些办法 让自己 从不高兴的心情中 走出来 窗外 是什么样子 我们无法改变 但我们 可以选择 站在哪个窗户前 选择一个 能够带给我们 快乐的窗户 这样 才能选对 心情 选对 生活的态度 科文五 科学研究证明 女孩子 对衣服颜色的选择 往往与 她们的性格有关 喜欢穿白色衣服的 女孩子 性格比较阳光 生活态度积极向上 是她们的共同特点 而喜欢穿红色衣服的 女孩子 性格比较浪漫 颜色也会影响人的心情 不同的颜色 会给我们带来 不同的感情变化 红色让人变得热情 黄色和白色 让人心情愉快 黑色 却容易让人感到伤心 人们在看到蓝色时 会觉得很舒服 变得安静下来 绿色 让我们的眼睛 得到休息 课文一 李老师和高老师 聊关于巧克力的事情 这种巧克力味道不错 你在哪儿买的 不是我买的 是我女儿 给我从国外 带回来的礼物 很多人出国后 常常会买外国的巧克力 回来送给亲戚朋友 是啊 因为很多人都爱吃巧克力 尤其是女性 这是为什么呢 巧克力大多是甜的 而很多女性都喜欢吃甜的 而且 听说 伤心难过的时候 吃块巧克力 还能使人的心情变得愉快 课文二 小夏和马克 聊关于上次足球比赛的事情 这里的景色真美 空气也好 怎么样 心情好些了吗 好多了 上次足球比赛后 好久都没这么放松了 你不要有压力 好好准备下次比赛就好了 这段时间 我总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回忆那次比赛 如果我们能再努力一点 就一定会多进一个球 事情已经发生了 过去的就让它成为过去吧 只要这次你好好准备 一定能把比赛踢好 课文三 马克和司机聊关于堵车的事情 师傅 我去大使馆 你是不是走错了 现在是上班时间 前面有点堵车 我们走另外一条路 距离差不多 那就好 堵车浪费时间 遇到堵车 心情也堵 可不是 上班堵车怕迟到 下班堵车怕回家晚 每天在马路上开车 要想不遇到堵车 还真难 一遇到堵车 人们就容易变得没有耐心 长期这样 还会影响脾气 甚至性格 但是 您的心情 为什么这么好呢 我们改变不了堵车 但是 可以试着改变 自己的心情 堵车时 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还可以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课文四 草绿了 那是生命的颜色 花开了 那是大自然的礼物 生活中不缺少美 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只要有心 生活中的美到处都是 生活的态度要自己选择 因此 遇到烦恼时 你应该想一些办法 让自己从不高兴的心情中走出来 窗外是什么样子 我们无法改变 但我们可以选择 站在哪个窗户前 选择一个 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的窗户 这样才能选对心情 选对生活的态度 课文五 科学研究证明 女孩子对衣服颜色的选择 往往与她们的性格有关 喜欢穿白色衣服的女孩子 性格比较阳光 生活态度积极向上 是她们的共同特点 而喜欢穿红色衣服的女孩子 性格比较浪漫 颜色也会影响人的心情 不同的颜色 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情变化 红色让人变得热情 黄色和白色 让人心情愉快 黑色 却容易让人感到伤心 人们在看到蓝色时 会觉得很舒服 变得安静下来 绿色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休息 蓝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